说得下欢迎回来咱们新闻继续 一提到张学友演唱会 大家伙想到的是什么呢 你应该问警察叔叔们想到的是什么 我记得不久前在微博上有这么一条接龙 上句是张学友马上到苏州开演唱会 下句是苏州警方的回答 哎呀 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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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秒懂啊 最近一段时间张学友已经成了各地警方抓逃犯的先锋部队 只要他到某地区开演唱会 当地的警方必然不会空手而归 咱说这一次 学友哥又到海南海口去开演唱会了 马上就有人兴奋的期待 是不是还会有逃犯落网呢 还别说 就在最近网上真就传出这样一段七秒的视频 画面上一名男子被警察压着带出了演唱会的现场 而这段视频也是马上在网络上被各路准发 标题就是又有逃犯在学友演唱会上被抓了 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眼下的视频里的主角陈先生表示 太冤枉了 事情和大家想的是完全不一样啊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根据陈先生说啊 三号那天晚上啊 陈先生带着妻子和一名朋友 一起去看演唱会 中途上个洗手间的时候 他忽然就被几名警察带走了进行盘问 我就是当场骑手间 跟我兄弟去 骑出来之后 五个警察就把他扑住 然后扑下来 然后当场就跟我说 走可以我们走一趟 可以我们走一趟 可是他们现在五分钟也没说什么 就说哎呀没事 这个是立行工作警察 可以合下我们的心 结果我们都没想到 当时被亚内克 现在亚内克被网友拍视频 拍七秒的视频拍出来了 所有人都问我说 你怎么被抓了怎么回事 你看 原来事情的真相竟然是这样的 但是呢 这段视频传播的速度太快了 陈先生呢 还来不及解释 在网络上 他就已经成了所谓的被抓逃犯了 而且还是有图有真相有视频 让这陈先生真是白口莫辩呀 但是呢 真的假不了 假的也真不了 在海口警方呢 也亲自证实了 陈先生并非所谓的逃犯 而是呢 被例行检查之后呢 刊登过这条消息的各路媒体 都急急火火的 连忙迅速撤下了消息 你说这事闹的 本来想抓个头条 但是也太着急了 还没等核实一下事件的真实性 结果闹了个大乌龙 幸亏呢 也是发现得早 不然当事人造成的影 对当这个 给当事人造成的影响 那可是真不小啊 可不 咱是